我都申请1034了 让我进去吧 外国人不准订 说不行就不行 三沙市 我国唯一一个禁止外国人进入 只让中国公民通行 还什么都免费的宝藏城市 这个位于我国最南端 比马尔代夫还漂亮的地方 陆地面积居然只有20平方公里 却总有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居民们每天除了新爽风景优美的海岸线 最大的烦恼就是钱根本花不出去 因为这里不光上学免费 看病免费 就连想吃个饭 我只有五块钱 五块 想都别想 水果蔬菜 通通免费 甚至住的地方 只要交一块钱 就能获得一套海景小别墅 水电费全点 先到先得 因为地方小 只有2000多人 还比不过一个小镇 但这里却足足配备了 八个街场 四家医院 附近的电影院 也全部免费开放 你也来看流浪地球啊 刚结束 我去隔壁接着看熊出没 虽然什么都免费 但这个宝藏城市 却特别神秘 至今为止 真正来参观过的 只有五万多人 即便是国人想来 也必须先提交申请 至于外国人 调休好啊 小长假能旅游啊 啊 好 好 好 一个长假 归老子俩 快招呼啊 调休到底好不好 这事是谁想出来的 其实在99年之前 没有调休 全国法定假期 仅有11天 春节国庆各三天 元大清明劳动 端午中秋各一天 有假放假 很是轻松 但是在99年 爆发了一场金融危机 为了促进增长 拉动内需 调休应孕而生 好消息 好消息 调休来了 调休是什么意思 三天长假了 哇 可以出去旅游了 哇 走 嗯 最开始调休是双赢 不仅能鼓励大家旅游消费 大家还因为长假期而开心 99年第一个国庆小长假 旅游人数2800万 全国收入141亿 19年更是高达6000亿 算慢慢的 上班族发现了 不惊计 调休反而更累了 就是放假三天的工作 我要一天做完 为了一个成假 为我两个周末 多假期可以 多任务不行 不过好在我有WiMoX4的 多任务处理器 让我能高效完成工作 完全不愁调休 做出来的任务量 比如这个应用分屏 就可以将不同的应用 同时显示在大屏上 而且操作互不干扰 多信息同时浏览 获得双倍的使用效率 不仅可以随时查询 传输 整理日常所需资料 手机和PC 还可以相互拖转内容 还有多角度悬停 解放双手 释放生产力 还没放假 工作就做完了 干脆莫遇到5E好了 5E将至 今年的调休 你还好吗 我打车上班 我装装接送 我家司机都有好几个 那要怎样 我坐飞机 山姆 一个平民无奇的打工人 既然每天坐飞机 跨国上班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一开始 他也和全世界的打工人一样 天天累成狗 月底没钱花 被每月的房租压得喘不过气 房租以扣 余额破仇 谁叫人们房租排名世界第九 北上广深都还宝尚无名 山姆也是迫于无奈才脑洞大开 要不跨国上班 说着他就开始算账 伦敦的一局势就要一万三 加加税费 车费 一个月至少一万五 一万多的国资就没了 但要在巴塞罗呢 三局势只有五千 车费嘛 是有一点不可加在一起的话 居然便宜快三千 蚊子再小也是肉 而且这也不少了 想着酒前有了着落 山姆那就要一个心动 可再看这通勤时间 一天就是五个半小时起步 不是五点就要起 而且一周下来 一天就没了 干什么不好这一天 后来山姆自己都觉得离谱 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可就在三个月后 他伦敦的房子到期了 续终涨价 爱来不来 阳光 沙滩 还有 我来了 结果山姆真的就搬去了巴塞罗那 虽然单次坐飞机 就是一个半小时起 但正好顺便补个觉 还因为到得足够早 他能悠哉地买份早餐 再去上班 生活也开始有了小确幸 巴塞罗那机场的日出 街头偶遇的彩虹 平凡的日子 渐渐泛起了光 但最后山姆也说了 跨国上班需谨慎 它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所以也想坐飞机上班吗 来啊 啊 有盐 对啊 那 aged 谢谢观看